师傅藏在蒙娜丽莎画像与大卫王雕像中的密码 一闭上眼睛打坐 立刻从内在灵世中 看到青海无上师穿着古代褐色的斗篷 帽子遮住了上半脸 像为修道士般 从大卫王的雕像里走了出来 我去年曾于内在体验中看到师傅 是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 这次师傅则直接从大卫王的雕像里走出来 不但代表着大卫王是米开朗基罗 师傅用生命之力所雕塑 也象征着青海无上师将入大卫王般 击败巨人哥利亚 保护他的子民 接着内在境界又变了 出现了达芬奇所绘 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画像 画像的中心点悬出了一个大漩涡 像宇宙般缓缓地旋转着 景象广阔无垠 不再只是单纯的一幅画 师傅以此事的容颜 又从蒙娜丽莎画像里面走了出来 待完全现行后 又转变成达芬奇的庄眼样貌 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灿如沉腥 达芬奇出现后 举起右手 将宇宙天际往上推 推得更高 然后拿出一支画笔 写意的几笔画出了水流 这样 原本宇宙来的能量 就从高的那一边倾泻下来 传到了影子宇宙里 当然也到达了地球 它就像是一个转换器 把原本宇宙非常高级的能量 转换成地球这种低等世界 能够接受的程度 不过当到达地球的时候 已经非常微小 因为地球在宇宙里属于很低等的世界 此时天上出现了天使 告诉我 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 拉费尔 都是上帝亲自化身的 大家会很惊讶 因为这三位艺术大师 是同时代存在的 然后 这文艺复兴三节 就从达芬奇所绘的救世主花像中 左手索持水晶上 三角星辰的三个点 走向中央 三位合微一体 显出了上帝的巨大形象 上帝形象不断地往上下天地扩展 变得比宇宙更大 恶寝 形象又转化成纽约的自由女神 手上高举着火炬 女神正为宇宙众生照亮道路 当上帝的火炬高举 将破除无名 击溃黑暗 这意味着 师父将会打破三界内的智库 如同自由女神脚下断裂粉碎的锁链 转瞬间 这个举着火炬的自由女神像 又变回了师父这世的慈爱容貌 向我微笑着 师父用一种木骨沉中般 幽远的声音对我说 孩子啊 我的样貌千千百百种 你永远也看不完的 因为我爱着宇宙众生 若你去每个星球 查找他们的历史人物 都可以发现我的足迹 现在我告诉你 我就是米开朗基罗 我也是达芬奇 拉斐尔更是我的另一种样貌 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 却都能够展现出无上艺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的面貌有无数无数 所有的面向都可能是师父 都可能是上帝 因为上帝的爱隐藏在所有杰出人物 为世界带来的帮助当中 至于蒙娜丽莎双眼中的字母 L与S代表什么呢 我就是L 光与爱 我就是S 无上 此S既代表无上 也代表到太极的形状 现在你可以去告诉你的兄弟姐妹们了 此时沐浴在上帝 青海无上师无限的荣光中 我拜服礼赞 感谢上帝赐予恩宠 这荣光恒恒久久 此奥妙之道 永存在众生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